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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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夺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处提到他人稍作赞美就马上乐不可知 然后他人稍微批识的话就感到心中不悔那这时候应该要这样子看 假使我今天所作所为是真正由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让我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成功 就会晓得哦 其实这是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那么就应该要在在地感叹 在在地感念慈心跟悲心 在在地赞叹慈心跟悲心 因为有了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所以让我这一件善法能够做得非常圆满 就是当我们遇到称赞的时候 那如果说今天觉得受到他人击毁了 感到他人对自己不利 伤害了自己 应该要察觉到 这是因为我的烦恼造成了 今日被他人诋毁的结果 我是随顺烦恼而造业 所以如此而受此果报的 而且不仅是今生 过去世就已经多次的随顺烦恼 因此如今落到这屋田地 是因为烦恼的过失而导致的 不应该对对方产生恶意 这个时候就像是左千寺的 八诸仁慕切他曾经说过的 不爱夸赞爱积贤 受花一生共高慢 积贤能皆己过失 咸花乃是天正礼 他就讲了 不要去追求他人的夸赞 他人的积贤反倒是真正的 激发自己的动力 一个菩萨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来 来立身处事的 那么比方说 当他人诋毁自己 他人恶言相向的时候 令自己心中起沉怒心 这时候应当要认识的是 哦 我是有沉心的 只是但今天问题不在他 是在我自己内心有沉心 他只是引发了我的沉心而已 并不是他是问题的根源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自己有沉心 所以应当要降服的是 自己内心当中的沉 那么佛子行三七宗里面就讲了相关的道理 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 我们也不需要再去一一的 就佛子行里面的内容做解释 佛子行的所有的内容都是非常有价值 非常富含广大意义的 就算是我们小小的起心动念 小小的一点感受 带有烦恼的这些错误的觉知 都有在这当中都可以找到 一一的对峙的方法 一一的对应的方式 再来他下面也讲到烧出恶语 立刻就失去了安忍的铠甲 安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讲安忍的时候 并不是说只对特定的一两件事情 能够承担 能够克制 或者是能够安忍 而应该是真正的安忍的铠甲 应该是要全面性的适用于一切处的 我们应该要晓得安忍的本质 实际上是智慧 因为有智慧 所以能够安忍 我们通常说 伤害自身的魔有四种魔 其中一个魔是烦恼魔 一个是五蕴魔 举个例子来说 像有人可能会抱怨 今天做了整天的事情 身体非常的疲累 这个都是因为他人对我如何如何 那这当中就有责怪他人 而觉得身体的疲累是来自于他人的伤害 他人造成的困扰 那么这里面呢就带有了自我 带有了我质 带有了五蕴魔 也带有了烦恼魔在里面 所以因为烦恼魔的缘故 所以我们认为都是别人所造成的伤害 然后因为五蕴魔的关系呢 所以认为自己的身体非常苦不堪言 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那因为这两种魔障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批评别人 我们开始去接人苍巴 去讲了这些他人的过失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转一个念头 不要从这个角度去面对同一件事情的话 可以想他说什么就说吧 他怎么样做就做吧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会累的话那也是我应该承担的 如此一来就不会受制于四魔当中的 五蕴魔跟烦恼魔的影响 所以要懂得怎么样正确的去运用安忍 来克服这样子的魔障 而安忍的适用的对象 应当是对于顺境跟逆境都要能够用的 比方说对于逆境要能够修安忍 对于顺境的要能够克制自己的 那个乐不可知的心 这都是安忍的 应该要了解安忍的价值 感谢了 你又说什么 要不问等于你 你怎么认识的 你怎么认识的 一个人 你怎么认识的 让我们说 我好像徒结封 到你 在某个人 以后 我说 给人说 那儿 去方的信条 contar是一些 在鞋子里是 鞋子鞋子的高突然 所以你知道 他火馬上的盯子 就是鞋子 在鞋子里发生了 他就知道一些人 他就在鞋子里 在鞋子里里去 就是作为了 他都在 boundaries 在鞋子里 他不是说是公二,公一,公一人 说你做什么话 你觉得那是公二是公二 护稙和公一是公三 那是当中多的 然后他是估计 那要 Wouldn't it 咱们就像那一般 那是这种 你只想像那一般 我们要别说 那些人在這裡很會很高興 很高興 像是蘑菇 他們都這一次 但這些年紀 我們這麼多年來 寧靈的確是 不能這麼多 我們會將人數起來 這麼多 這些人在這裡 所以我還在這裡 只能找一伙 要找一伙 找一伙 你今天才能找一伙 也可以找一伙 找一伙 找一伙 你 reader 找一伙 找一伙 找一伙's 你认的 找一伙 我 espera一伙 找一伙 你幸福 找一伙 我不想玩 我想玩玩 二伙 首相吧 你们两国 请十多的伙 尼伙 尼伙 是实 不你 虽见若想不生悲悯心诗境显现却绑灵色结 就是见到弱势者却心里面生不起悲心 当布施的对境出现的时候 往往偏偏又被吝啬的结给束缚绑住 所谓的布施的对境是很重要的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布施对境呢 比方说像在 假如我们到了印度跟尼泊尔 有很多上师善知识 他们在说法的场合会聚集成百上千的人 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布施的对境 除了你能够供养布施的僧众之外 在法会周边的道路上 有很多的乞讨者他们就在路边 就算是你每一个人只给他一块钱 那个数量也是不少的 那尤其是你如果到了比较贫穷的村落去看的话 那这人数就更加多了 有更多的乞讨者在那边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就是面对这样子的布施的对境是 不愿意给他的理由 就是说给这些人也是无济于事的 他也不会拿去工作 他也不做工作 那么他就是拿来酗酒 拿来抽烟 所以呢 所以就不愿意给这些人钱 但是实际上你想一下 难道你不给他钱 就有办法帮助他就业吗 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他们有一些现实的困难 包括了缺乏知识学问 缺乏智慧 缺乏能够让他们发展的环境 比方说你如果告诉他说 给你一千块 然后在这个法会里面待十分钟 他可能也待不住 他没这样子的概念 或者说他缺乏这样的智慧 他根本没有什么知识学问 让他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所以他在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之下 选择了 没得选择 所以他过着贫穷的日子 因此他酗酒 因此他抽烟 这不是他选择的 但是他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那我们今天 你眼前所见到的这个人 哪怕说你只能暂时地 给他一点开心 这也是一种布施 这是真正的布施 因为他是真正的贫苦 无一的人 他是真正的布施的对象 哪怕是说 你今天给他这一点点钱 你只能够足以让他开心一会儿 可是布施的那个目的 就是为了要让你所 布施的这个对象 能够感到欢喜 哪怕这个欢喜 只延续了一分钟 他从你的这个动作上面 他得到了欢喜 那也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重点是 你把这个东西给了出去了 真正给了这些贫苦 无一的可怜人 那么确实就具有意义 像这样的人 他们就是此处所讲的 布施的对劲 施劲是这个意思的 除了这些穷苦的贫者 穷苦的乞讨者之外 还有其他的像是 长途跋涉的旅人 或者是身患重病的病患 还有像是恶业缠身的这些 罪业最大恶极制 还有很多孤苦无一 没有人保护他们的这些人 我们应该把他们视为 应当要关怀 应当要布施的对象 即使是我们能够饶育他们的 只有少少的一分 只有短暂的一个 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的话 那个都会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布施的 罗马在他们认为奇妙的 自己的 罗马在这里 罗马在这里 罗马在那里 罗马在其次 启衛政府 能够着 罗马 在语 罗马在 interfaces lorsqu就像两句 罗马在这里 他在升級統帧玉明人身充滿的 當時 imprison家。」 то在這邊玩得華麗呀 的壇也不保鮏。 那是一種的, 它是一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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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上师之也 悲心素故事 心续渲染佛法去加持 祈祷上师以大悲心迅速的眷顾我们 加持我 令我的内心相续 能够与佛法结合 那谁是上师呢 究竟的上师是慈悲 如果有慈悲心就会晓得 所有的众生无一例外 都是自己的父母 乃至一只小虫以上的 任何友情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 能够懂得意念 众生对自己的恩惠 这样子的心续要不断地去培养 不断地培养之后 才能够生起无量的慈心 当我们生起慈无量心以后 悲无量心才会附带的 才能够随之而生起 当有了慈心 慈无量心跟悲无量心 那么才能够生起菩提心的 我们总说八万慈禅法门 都归纳在菩提心当中 真正的法 指的就是慈悲 指的就是菩提心 它就是法 所以我们意念众生的 意念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 这样子的想法 进一步地想着 他们对自己的恩惠 他们对自己的改变 带来的恩德 如此希望饶意他们 借着这样子的 知母跟念恩的想法 令我们生起 饶意众生之想 于是会有慈无量心 在慈无量心 反复串起 慈无量心之下 才会生起悲无量心的 应当要这样子去发愿 所以所谓的愿上师迅速加持 令我的心相训 与佛法集合起来 这个佛法指的就是 慈心跟悲心 来自然最难忘记 想的 所谓的 别人 最难忘记 这样子 是 我们在那个 下宇宙的 我的心 后来 然后人家的贡献 那样用的 是那样的 你不要说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那样的 那样的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那样的 你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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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 那样的 那样的 所以我一直在聊天 便会要做一些事情 它不管你自己也不知道 就要看我 发生了一件事 我要做一些事情 我这么做 如果没有建议 我家在那里 如果有些 turbulent的年轻人 有些活动是多么的 我家就算很多人 费用 也有太多地人我在这一夜pants 我用了你帮我这一夜 如果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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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看 就像这样子的一天 他们在一个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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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一夜 但是,同步,在一起。 你不是用刺陷害的, 但用刺陷害的就像一些。 在一起,你不用刺陷害的, 刺陷害也要害怕, 就着陷害了一蛋。 如果我利用刺陷害, 我走到一里一爱鬼和你一爱哨语, 背召集了一笋, 我来找你, 我吃一下, 我来吃一肚子, 我不是用刺陷害怕, 山域由 있 ahorita是啥地上 山域真读文野尝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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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野 Nove定 高梵性都不当信的 Bye. �áo吉城无 ez这四头鑲呢 中东大规估了另一戴愚家 CV1你何自wd那ules 只剩一也是 好一点的 拿着 hair你的 我也 Away 这就是 这只是 Armsанию 年底 도 调取 啰 那 福德 年屆 như 来 rosisma ni่anialla nakta poli pack that brlll sekzi payree niun huwoka ani kalli niah George 阻 parree lu cha lion cha wa chihawara Dat rare chungha 失 zaleli semta たち koro sad ua exposed to senes viyr niunhubugfa pakかな nOO t下去 to go ot glacosa y Sea takich eh xű of dj o important nad d不会 tw 所以,接下来说,轮回没有意义,却看众,衣食,弃而不舍,向外求。 意思是说,我们对于没有精华实义的轮回,却把它执着为有精华实义,值得追求。 然后,把温饱视为终极的追求,我们为了温饱,所以把长远的大力完全弃之不顾,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此处提到轮回没有实义,所谓的轮回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应该要晓得的是,当我们谈到轮回的时候,要先想到成就轮回当中苦乐的因跟果。 以乐来说,即使是我们唱歌当中生起此心跟悲心,以此为因,将来都能够获得人天生命的果。 这两者就是有如此因果关系,这是乐的方面。 而苦的这些方面,只要我们心里面相续不断地生起烦恼,包括吝啬心,称慧,或者是愚痴心。 由于烦恼相续的缘故,所以我们将来将会在循环的三恶道当中不断地流转,而不得解脱。 它在轮回当中不能够处理的情况就像是被关在一个罐子当中的密封一样,它往上飞往下飞,无论如何就飞不出那个罐子。 我们在轮回当中循环流转的情况跟这个罐中的密封是同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考量轮回五十亿的时候就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懂得业力因果跟善恶驱使之间的关系的话,就会不断地在这里面受苦流转,不得处理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轮回把这一生经营好就好了,比如说父母要顾好孩子的未来,就想让他送他去上学,有好的知识学问之后,他将来谋得一份好的工作,之后能够成家立业,这样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轮回的意义就是这个样子,人生的意义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他们知不知道人生当中也有苦乐呢?也知道,他们也知道人生当中是有困境的。 可是当他们了解这些困境的时候,却不去看这些困境的成因为何,他只是晓得我也是要避免痛苦,我也是要造就快乐的。 但是他只是晓得说困境是存在的,仅此而已,却不去思维困境和快乐,他背后的那个动因是什么,他的前因是什么,就不晓得了。 所以只晓得表面上的痛苦,却不晓得痛苦的成因为何,那就没办法避免痛苦了。 那么同样的,快乐的因是什么,快乐的因是慈悲跟菩提心,他们也不能够了解到这一点。 所以将无有意义,无有精华事义的轮回,紧抓的不放,将自我紧抓的不放,那如同先前所说的, 在成佛之前,我们的自我一直在那边,就好像是大海当中一直有伏兵, 只要那个自我还没有消融之前,就不可能成佛。 同样的,只要那个冰块仍然在那边,轮回的这个苦海,他就一定会一直这样子运作下去。 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总是,思考的都是只有今生,所以我们认为今生是有精华事义的。 我把这一生经营好了,那就是万事大吉了。 只晓得经营此生,所以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 我们会认为,人生的幸福快乐也都可以了,为了要谋求自己今生的幸福快乐,其他的事情都顾不上了。 可是往往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失掉了更广大的毅力。 不管是从国家层次也好,或者是家庭层次也好,乃至于个人层次也好, 我们都认为,好像过得舒适能够避免痛苦,避免困境, 或者过得舒服快乐,在物质条件上能够获得满足也就可以了。 可是,仔细去想,我们所定义的快乐,在经营家庭来说, 什么事情都是有它的代价,你必须要家庭有收支,家庭都有很多的开销, 这些也都是需要花费精力,这当中一点都不需要辛苦, 完全可以不劳而获,那种事情是完全不存在的。 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存乐而无苦的,在轮回当中就是如此, 所以佛世尊才会说,才会将轮回视如火坑一样, 在这个轮回当中,苦乐是夹杂的,而仔细想起来, 我们大部分的情况都只是将痛苦执着为快乐而已, 只是止苦为乐,并不是说它本质是实在的快乐,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轮回当中有我们认为有好跟坏的事情, 只要你还有这种好坏的对立的话,就会有轮回, 谁在轮回呢?是我们的心在轮回, 当我们的心一直紧抓着自我不放, 一直紧抓着自己的苦乐不放的时候, 就会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去循环, 这个就是所谓的轮回。 这样的循环大部分都是在三恶道当中循环, 我们仔细去看一下, 比方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有形众生, 他们的苦是什么状况呢? 有无量的动物,有无量的昆虫, 他们跟我们有很高的相同性, 比方说他们的心的本性跟我们是相同的, 他们离苦得乐的追求是相同的, 他们跟我们一样内心都有烦恼, 但是因为恶业的关系, 所以他们现在流转为动物, 流转为昆虫。 仔细想一想的话, 如果我也是这样子继续执着, 因为自我的关系而造种种的业, 生种种烦恼造种种业的话, 我们有那么多的共同性, 我在轮回当中流转, 在轮回当中漂泊不断的循环,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为什么会流转呢? 因为我执啊, 我执推动了我跟这一切受苦众生相同的命运, 我们会因为我执而起烦恼, 因为烦恼的造业, 因为造业而循环于轮回当中, 所以这一页的第一句才会说, 我执就是厉鬼啊, 才是真正的糟蹋了, 真正的浪费了我们的生命呢? 以神愛音和靈魂的旅行 音が滿意iel的 春節的泥土 可是神愛的 神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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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的 神愛的 我们就是想软在软费里面这一软的放置 找一的电子按摩折 就是在ush نے巴我那他 把头插在ина里面 和儿时 上满波 отür咬《升 hele马 hous……》 那就是伯律皮特的仲間 那就是脱尾管給名到里 脱尾マンポ 曼玉但是 那就是敲尾 要以後刷子都才算是 那就是紅糖 那就是 那就是沙巴在剛那裡的話 馬上下抓了 他就被抓了 各种计划在那里 甚至他在家里之间 那頑固得得到 他们他们给你的东西 我们用很多汪做的东西 但是一把东西的东西 所以他们在一个东西 就是用人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知道 他用订货带钧 钧这个钧 和其他 Pharaoh的东西 以他们只是 他在某个钧钧 他所找到的钧钧 你就能够得出这种东西 你所做的 这些是当时的人 在我身边的东西 你能够得到 这些是 然后他 这些人都没有 在这种东西 他们有这种东西 在这个东西 你这么说 所以 现在你区别人 因为 他们的 在这个东西 他们的 他们的 在这个东西 他 耀荷人都拉走 风景满 perceived 往後嗯 ramp唉 所以岳下山帝牙 地主岳身多些人 这些喇叭到 Congress Nook ImmangЧто-Bravo 然后归室 亭家 100 вид 亭家 100 deficit 就是自己ta 这有了 口味情 古久世才欢迎君言 他因为朝宰 Ониных经济法 mountains 他们都是 Stickholder 他是use 类蔑 他 пок INTRO 爱者 楽 chains 彼此外的国土 不使妻而不舍 向外求 所需 虽全所求却欲多 就是 为了 我们往往为了 温饱 为了衣食条件 所以失去了更长远的追求 我们把长远的大忌 广大的毅力完全的舍弃掉 然后虽然我们有非常丰足的物资条件 但是我们的所求却越来越增加 有些人会说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呢 做这些工作 有些人是为了要能够有一栋房子可以住 有些人是为了温饱 要能够满足衣食等的条件 为了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 做了很多的累积 但是此处提到 累积到后来的结果 并不是我们就知足了 而是我们虽然已经拥有了这一切生活用具 这些物资都有 但是我们的所求却越来越多 就是所谓的所需虽权却求 所求却越多 照理说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温饱 我们需要有衣服有食物 但是这些东西最好还是适量为一 比方说我们为了要保全身体的健康 当然衣服是必要的 为了要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受得滋养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有食物 但是食物也是不要太过好色精美 比方说一顿饭 却有好多的食物的选择 五花八门的食物 这就显得过量了 同样的 衣服也是 衣服主要是拿来保暖的 如果你选择了好的衣料 质地好的衣服 那一套两套足以换穿 也就足够了 过量总是不好的 因为你的衣服食物越多 相应的跟它相关的痛苦 也会相应的增加的 比方说有些人不懂的这一层道理 他忙于工作 就是要应付庞大的开支 常常会抱怨 这个钱不够用 因为入不敷出 常常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你看非常急急于工作的人 他的家里面却是满满的都是衣服 跟满满都是鞋子 其实这些是没有那些必要的 我们已经满足了这些生活物资 所需的条件 但是因为心理不知足的缘故 所以仍然还所求更多 认为还有更多的需求 但是这些都不过是 对今生的经营而已 你仔细想一下的话 如果你考量的是来世 你所真正的应该去把握的 去保护的是什么 应该是要去保护 你自己的此行跟本心 可是我们现在 如果只是一味的考量今生的话 就会把这长远的大忌 就是保护慈心跟悲心这件事情 弃置在一旁 只会想到一门心思的 想的就是今生的事情 所以今天不管是 友谊也好 财富也好 我们要晓得 当大限来临的时候 死亡来临的时候 他就像是佛自信所说的 最终都是要放下 没有东西可以带走的 就像那个道理一样 但死亡什么时候会发生 谁也没办法预料 如果在死亡发生之前 我们不断地执着这些 亲友也好 执着财务也好 只会徒增我们的困境 跟徒增我们的苦难而已 我们的所求越多的时候 往往我们的痛苦 也会越加增强的 所以这句所说的 所需需求 所需需全所求却越多 指的就是我们不知足的情况 现在要晓得 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物质条件 真正需要的是知足之心 而知足的心在灵性中宗教生活 或者是在世俗的人伦规律当中 都是很有必要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道理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没有 我很不得到 不要去因为我们不得到 我们再去旁边 但是我们不得到 因为我们不得到 我们不得到 哇 我們在оже募大臥、四川岸、六川岸、四川岸、三土 Yoshi, 四川岸的一 Narrative提 dua分別的 四川和一迸上就存在 swim一 dá lei我們像的 要這樣 大家好像,你比如說,你 pregunta樣 Nue自如� Counter 你 quatre哈哈 這就是真最沒有了 因为他在学校的大学 他只能用一个字幕的手法 但是,他用一个字幕来说 他们用一个字幕的字幕 如果是人类的,他们终于 是人类的以后,在学校的东西 在学校的学校上,他们在学校的学校 在学校上,他们在学校的学校 那我说你怎么费的 在外面的疾病 那你不断走 不要猜猜,这就跟他眼神 在什么时候 那我看你 好,我 priests 那你去那边 你不再做那些 然后你这边 好做事呢 那你跟我一起聊 所以 最后 这是上世的价格文贵一书的营养 那么大话 在那儿街上的街上 这样子多孩子给了 自己这些都不说了 但是这些都不说了 这是一件事的 但是在离开在那儿的这些人 很个人的开车 joint torns到够 зад抒尾另一切 如明尔印尼间,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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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然如果能够在自己上写在世的时候 能够照顾包括自己的家人兄弟 以爱心去照顾他们 或者是能够进而帮助那些困苦无一的 这些友情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比方说以记住贫困者来说 如果能够对他们做布施 令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 能够照顾他们的话 这个功德利益是不可思议的 那对待自己身边的人也是一样 如果你能够以慈爱心相待 能够照顾他们的生活 那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那这当中你应该也是要尽量的减少对他们的单着心 而是希望透过这件事情 能够使他们的内心的慈心跟悲心能够增上 这样子去做布施或者是照顾他人的话 那意义就很大了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物质所需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越少 其实对自己是越有利的 因为我值跟东西的 所拥有的东西的多寡 往往会成一定比例的关系 你东西拥有的越多相应的 你的我值也就越获得强化 这个沉重倒不是来自于物质本身 东西本身并不沉重 而是说它会使我们的我值变得非常的沉重 因为你的心不断地在想 这是我所拥有的 我所拥有的东西里面 就会夹杂着自我的概念在里面 我值就因此而被强化了 那这样子的强化性往往会带着吝啬 以及就是跟恶鬼相应的那个心理状态 比方说认为这个东西是我应该要保护的 这是我的东西 所以自我加进来以后 对于这个东西就会产生很多的心理状态 你可能会产生恐惧心 比方说怕它丢失掉了 如果今天因为外力的关系 丢失了 真的这个东西丢失掉了 你又产生沉心 所以本身问题不出在物质本身 而是出在你对它有很多的期待 你对它有恐惧心 怕丢失的恐惧 丢失之后的沉心 所以由这个东西 拥有这个东西 带这个我值 拥有了这个东西 所以带来许许多多的烦恼 这是它最大的问题所在 所以如果能够多做布施的话 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值的一种方法是很好的 加上你不能够做到实质的布施 也应该为所需要帮助的 所需要照顾的这些贫苦的众生要发愿 希望他们将来能够获得所需 就自己不能够亲自为他们做什么 也能够为他们发愿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应当要晓得是死亡是无常的 什么时候能够 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谁也说不准 在那之前我们要尽可能的 尽力所能及的去减少自己的我值 所以这边才要说要齐情上市 加持自己 让自己能够不要对这些事情的所需非常多 因为为什么会有所求呢 主要是让我们的心对它有所求 我们的心单着在这个东西本身上面 而这种心对物质对事物的眷恋不舍 往往就是我们将来转身在三恶道的因 因为你可能迷恋某些东西放不下 将来也就可能转身成为小虫 相关的公案是不生没局的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的将自己的资裁用于上供下施 这是非常好的 就像是指尊密勒日报所讲的 当我们心去执着物质的时候 这才是对我们造成最大的损害者 所以应当要放下这样子的执着心 懂得必须要放下的道理 这样子来看待我们的物质所需 而不是随着自己的我知 而在物质生活上面虽然已经获得满足 但是不断地又增又强化了自己的所求 这才是罗终同往的独立 那如果有的独立 两张独立 我已经很需要白不是 从这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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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还没有 看得真是有些人 这些人还没有 这些人还没有 过一个人 还是利润 那些人 这些人 不要 那就是我老是孩子的 生的不然怎样蛮了 她就很自觉的 她太掉了 生的在那里 娘说什么 生的生活 以后 生的那个在那里面 挚心中心 这这就是什么东西包括东西 这个 你人太多多 bringing 我爱一下 而是,��周長的手臺是在川普強的地方 在黑揖王六時來就開始玩了 川普天罵院,川普徒 respect 土門的調查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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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學制製作詞 做些情和調查詞 川普通知 小兵 我在我们的哥们那边的爬马金河 然后爬马金河他们山东的哥哥姐河 然后爬马金河 然后爬马金河 这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不是净了 我就是净了 它是什么 爬马金河 这爬马金河 然后爬马金河 爬马金河 这些东西都没有 这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没有 这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爬马金河 这有别的不加工上面 切的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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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 但音频楼下来 这什么时候音频楼下来 两个人 两个人 第一个人 就是要去当 上世之也悲心诉故事 心能放下此事其加持 这里那个洞察就是放下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常常说 放下今生放下今生 在许多大德的教界当中 总是不断提到要放下今生 就像是吉祥撒迦巴 他们所讲的非常著名的 远离四种丹卓的教授里面就讲到了 若仅仅单着今生则非修行人 原话是说若单着此生则非修行人 意思是如果只有想到今生的话 就不能够算是实在的修行人了 因为只单着着今生不放下今生 其实他的道理跟前面所讲的 我值得厉鬼是同一回事 你只想到今生的时候 就会被我值给糟蹋福德 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出在今生所累积的这些事物 这些物质上面 是不是东西本身有问题 并不是 而是我们面对这些东西的心态 比方说你得到这些东西了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的心态上总是 我得到了以后 所以还要再增加 我还要再发展的更多 我要再更多 那个越发展越多的想法 让我们的五值被强化 以及不放下今生 谋划今生的那个意图更加的强烈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束缚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此 我们晓得死亡是无常的 它是什么时候发生都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却对死亡之前的今生眷恋不已 我们单着贪爱的此生 而这种单着跟贪爱是真正带来束缚的根源 因为有了单着跟贪爱此生 因为以此生为主 以自我中心为主 所以我们会有嫉妒心 所以我们会有嗔恨心 我们会单着眷恋不放 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应该要多做布施 原因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放下这样的单着心 当然你可以去成就今生的一些事情 但在成就今生的事物的同时 应当要有所节制 应当要懂得知足少欲的道理 应当要懂得不要浪费 不要过度不要浪费的这个道理 那么如此一来 你有办法把已经累积的事情 作为他日所用 比方说你累积了这些物资 能够妥善运用 想说明天有朝一日 我可能就要面对死亡 在那之前 这些东西都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 可以用来做上供下施 这样的话你所累积的这些事情 就变成有益的事 你等于是能够将今生跟来世 同时准备好 既做了今生的谋化 也为来世积了福 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只想到今生 我们只想到自己的话 这是最大的麻烦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撒加巴会说 如果你想到的只有是今生的话 那么就不能够算是修行人了 怎么叫做兼顾今生与来世呢 比方说你想到今生的父母 对自己有极大的恩惠 所以应当要对他们 怀有慈心跟孝心 要有爱护今生的父母 这从今生的角度来讲 应该做的应该做好的事情 那来世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世所需要的长远的毅力 实际上就是慈心跟悲心 但长远的慈心跟悲心 不是只对今生的父母发起而已 而是对等虚空的一切有心众生发起慈悲 因为没有众生不曾做过自己的父母 所以为了今生 我们应当要念自己的父母的答案 为了来世应该要念一切有情 对自己的恩惠 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 就能够保全长远的毅力 就是广大的利益 那个就是慈心跟悲心 为了要保全慈心跟悲心 我们就会懂得必须要修安忍 唯有安忍才能够让我们的慈悲获得保障 如果我们今天想到的只有今生的话 只会让自己的我值增强 所以要带到来世的资粮 应当就是利他之心的资粮 如何成办 就必须要放下心身才能够成办 所以此处才说 心要能够放下此事 为此其境上师的加持 我们下期待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益为执志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记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益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立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 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勇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致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僧财、僧且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 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 34w.livetv.org.tw -adate-sustain.hdm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举办 孝清报恩良皇宝燦 即30系列大法会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将会报恩殿万幸历代祖先 紫安地藏殿之全球英生卫生胎儿 即早妖英幼童联位 世界各地网络登记牌会 举办孝清报恩良皇宝燦 即30系列超度法会 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3日星期五 农历七月也是佛门教校月 正是感恩、报恩、广众福田的大好时节 欢迎信众参与共修或于法会期间担任义工 藉由修复修会力量、忏悔、发愿 透过法会加持将冤亲债主 转为自己的护法和助援 与会大众皆能同瞻法义 祈愿疫情早日平息 大众能如愿参加法会 疫情尚未完全解封 请大家遵守防疫规定 减少群聚 之后会随时配合政府政策更改 随时公告周知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财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 殿氏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愿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公布堂捐 聚沙城塔 福汇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号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初战法的樱花 装点了1200年历史的古都 苏亚的新乡 漠然涌动着 奈良古都建于西元710年 毕竟期待天皇在奈良建都 当时称为平成经 这个辉煌的时代 被称为奈良时代 西元753年 是为法师也和习生命 这句话在中国唐朝想起 55岁的建真大师 花了12年 六四东渡 最后抵达了奈良 十年67岁的建真大师 实践了这句话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远渡重阳 路遥涉嫌 已经不是历经万难所能表述的了 东大寺建于日本佛教的全盛时期 保有唐代的完整建筑风格 殿内供奉15米高的卢舍纳佛 也称为奈良大佛 现在已被列为世界的文化遗产 建真大师揭开了日本弘扬佛教的新篇章 于东大寺传授菩萨戒 一时授戒之风磨满全国 并为日本僧侣重授戒律 被誉为日本律宗始祖 为纪念建真大师点亮了日本的戒灯 天皇是崩塌为传灯大把师 建真大师创建的唐朝提示 依然是日本现在遵行律宗的寺院 建真大师原集后的墓所也设于此 为法望区不惜生命 一抹划不开的古运遗风在法道上 戒香仍然扑面而来 万古流奔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孩子的心灵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 就像涂抹灰